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度累计超过19万人死亡 德里更是每四分钟就有一人丧命 政府防疫怠慢 只能宣布延长封城一周 还要靠寺庙提供氧气 医疗体系即将崩溃 物资要什么没什么 眼看疫情几乎撼动印度国本 欧美各国决定出手相救 因法德承诺提供支援 美国也将输出疫苗及医疗器材 但尴尬的是中国虽然也释出善意 却遭部分印度媒体和民众回绝 坦诚不愿从中国进口氧气 政府小看病毒威力 果然四月开始 英国变种病毒B117 以及印度本土变种病毒B1617夹击 再加上大型集会沦为群聚感染温床 让疫情来得又急又快 如今就连比利时和瑞士 也出现印度变种病毒案例 只盼在各国积极协助下 能避免印度疫情升级为新一波 世界级危机 三立新闻 十专门报道